男嘉宾你好 就刚刚你的那个VCR里面有说 就是你听音乐的时候会有画面感 其实这在音乐学里面是有一个名词的 它叫做通感 就是你可以将你的听觉跟你的视觉 联动在一起 我也有跟你同样的感觉 就我喜欢一边听音乐的时候一边看书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我的阿勒泰 我一边听歌的时候 就会一边有那个阿勒泰的那个画面感 雪山草原那些特别美 所以我跟你非常感同身受 谢谢 7号 男嘉宾你好 我特别喜欢你VCR里面一句 热爱可抵万难这句话 然后也对你就是一个人 然后坚持音乐特别有感触 我就是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两个人相处彼此都有自己 特别想要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我特别想要一个人去旅行 你特别想要一个人去坚持音乐这条路 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是你能接受的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别的看法 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性格里 有长时间坚持的这种人 那性格里面应该都是比较酷的 同样性格的人 其实应该是能够互相感同身受 或者理解的 就比如说我有一件特别热爱的事情 但是我的另一半他喜欢另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对我多重要 我就更明白那个他喜欢的东西 对他有多重要 所以我觉得是完全互相理解 应该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发生矛盾 那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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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